位在全球最北端 北纬78度的朗伊尔城 百年前因为煤矿带动了经济 开启了各项经济建设 但是百年后气候变迁 却改变了小镇的日常 台式采访团队前进朗伊尔城 走访当地居民 发现冰河年年消退 小镇夏天也不断地刷新 高温记录 而在朗伊尔城 居民如果过世 安葬在这儿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埋入涌动土的遗体 不会腐坏 如果涌动土融化 暗藏在涌动土里头的细菌 病毒可能会跑出来 这座极北之城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特殊文化呢 请看台式记者乌凯文 黄君豪的采访报道 五彩缤纷的小木屋 充满北欧童话风情 位于北极圈内 挪威最北的国土范围 北纬78度 斯瓦尔巴群岛的首府 朗伊尔城 周遭被陡峭的山脉和冰川环绕 由于极端的地理位置 也让这座城镇充满神秘色彩 1906年 一位美国人 John Monroe Longyear 来到这个地方 并且在斯瓦巴尔中心地带发现 除量非常丰富的煤矿 随着煤矿的开采 这个城镇逐渐的兴起 也用它的名字Longyear 来当作这个城镇的名字 叫做朗伊尔城 而如今这座城镇已经成了一座煤矿 科研还有观光之城 煤矿对朗伊尔城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镇上处立着一座醒目的矿工雕像 头戴矿灯 手持彩煤工具 双眼平视前方 眉头伸索的模样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 过去开采煤矿的艰辛 从机场前往旅馆的路上 到处都可以看到煤矿 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力 像是我们现在 在马路旁的一个边坡上 就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煤炭散落在地上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后头半山腰上 有一座一座废弃的木质缆车道 这些是在机械化之前 煤矿工人他们把煤炭 运送到港口的重要通道 朗逸尔城约有2300位居民 来此旅游或居留都不需要签证 因此在城镇也能看到 各个不同国家的面孔 而唯一一位 在朗逸尔城工作的台湾人 方玉和 从2022年5月来到小镇 当初因为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这边只修什么工作就投 然后我挑就其实也在这边才学的 喜欢朗逸尔城的简单朴实 与壮丽的自然景色 不知不觉已在这生活了两年多 也为大家揭秘朗逸尔城特殊的建筑工法 就是你看到这边的房屋 其实基本上都会架高 就是它的一楼不会再平地 因为就是怕说冬天积雪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出入 像去年雪大的时候 其实会淹到上面这边都是 对然后也包括说这边你看到很多的管线 都是漏在外面的 因为就是怕说你埋在地底下会被涌动成会影响到 在朗逸尔城死亡与诞生极为罕见 由于朗逸尔城医疗资源贫乏 1950年朗逸尔城立法规定 若居民即将病死 必须送回挪威等待临终 如果意外身亡也不得在镇上下葬 因为有弄土的关系 就是第一个是尸体不会腐烂 第二个是就是每一年结冻 在结冻的过程中东西会被往上推 所以就是可能遗体棺材会露到土表面 其实会有他们当地有一些卫生上面的考虑 那所以就是说你在这边如果遭受到意外或怎么样 然后你不幸的身亡的话 他会把你的遗体再往别的地方送去处理这样子 你看到就是走廊很窄很小 所以这一栋有一个挪威文的别名叫廊长港 这就是又窄又紧的一个走廊这样子 对然后住在这个地方 独自在外生活打拼 方玉和在朗叶长的落脚处也布置得很温馨 我们还发现一张神秘小卡 我看到一张很奇怪的卡 它上面有很多个洞洞 这个是做什么的啊 这个就是酒卡 就是你在这边买酒的时候 它每个月会有一个固定的限额 所以你在那个卖酒的专门店的时候 就是你买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它就会打一个洞 就是显示说你已经买到租额了 你就不能再买 所以下面是列酒 下面是列酒 对就是一个月有两公升的限额 这其实是矿业时代的一个传统 因为以前的老板会希望说矿工不要喝太多酒 会怕耽误工作 对耽误工作这样 斯瓦尔巴群岛也被称为北极熊的故乡 有约三千桃河北极熊 在朗伊尔城的郊区 让民众索的信箱 让民众索取自己的信件 不过在早期呢 它是一个公车亭 那么也是提供给民众 万一北极熊出现的话呢 可以躲到里头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专门研究北极各种议题的斯瓦尔巴大学中心 还有研究生在海岸边发现北极熊的排泄物 所以我地走往沿流了 然后找出海地捞的情态 当时我突然看到 海领辈植脸 然后我转将药肤叮到 一大小千档的 屎 我很开心 因为海领辈植脸 不会很容易 会大空的創地 它是挺有趣的,有很多草莓在这里 这些草莓的草莓是特别的,因为它有很多草莓 而,我之前的朋友提到,这是最多的原因,因为它可能会不会找到草莓的草莓 因为它可能会不会找到草莓的草莓和其他草莓的草莓 然后,它可以找到草莓的草莓 除了北极熊,镇上也有不少迷路 从它们身上自然脱落的路角,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品 这些草莓的草莓 这些草莓的草莓 我们剪刀,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了锅铁,我们做了颗帽子,颗帽子 这些什么来到我们的意义 我们每次开放新的想法 中大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在朗伊尔厂的研究员Dominica 与先生Niko一起将搜集而来的路角 设计成钥匙圈、项链还有手链等各种纪念品 我们发生这些 这些是称资品 这些是颗帽子的草莓 这些草莓的草莓 我们拿到他们的旅程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我作为科学者和指导的草莓 这些草莓的草莓 这些草莓的草莓 不是从另一部分的世界 但是这些草莓的草莓 这些草莓的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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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极北之地 也是受气候变迁首当其冲的地区 但讽刺的是全球暖化 使朗伊尔厂的气温逐年上升 反而吸引更多观光客来此造访 带来观光经济效益 也逐渐揭开朗伊尔城的 神秘面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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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